什么?只知道陆家嘴是金融中心 来,带你们看看一百年前不输华尔街的金融街 从建筑到功能不能说相似,简直是双生 还有连原子弹都不能摧毁的金库 如果喜欢请帮忙点赞关注哦,谢谢 纽约是美国唯一曾经被围墙包围起来的城市 那到当初由荷兰人建立起的防御墙被铲除后 留下了那条路,被称为Wall Street,华尔街 长500米,宽11米的华尔街 诞生过著名的梧桐树协定 拉开了美国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序幕 同年的1792年,马加尔尼从英国普茨茅斯起航 开启了中英首次外交接触 当时闭塞但看似繁华的清王朝 不曾想到,这个始终不肯下跪的蛮夷之国 在50年后开启了满清走向灭亡的道路 1832年2月,阿美士德号从澳门起航 沿中国海岸线北上探寻适合贸易的港口 同年6月,他驶入了长江口 停泊在吴松口附近 当时船上两位成员,胡夏米和郭石烈换了小艇 从上海城东门上岸 他们观察到当时上海贸易已十分繁荣 且地理位置优越 至此之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港 一举跃上世界舞台 郭石烈 这位20年里几乎参与过中国沿海每一个重大事件的传奇人物 他的名字至今刻在外滩信号塔上 上海的传奇也由此开始 19世纪末,随着美国钢铁工业的崛起 华尔街发挥了巨大的融资作用 步入第一个发展期 而开步后逐步取代广州商贸地位的上海 在中国金融界地位已一枝独秀 再者,上海有当时中国最早和规模最大的租借势力 其金融影响力也在国际上开始显现 黄埔江沿岸的万国建筑群至今仍聚集银行 保险等金融巨资 而今天我要带大家看一下他们背后的那一面 它就是号称中国华尔街的九江路 当英国人刚来时 这还是泥道 随着英国移民不断地涌入 一座接一座的古典主义建筑拔地而起 从柱子和柱岩以及他们的装饰 能在这感受到经历2500年欧洲古典主义浸润的宏伟庄严 而在欧陆风情的外表下 就隐藏着一座怀揣中国古典主义内核的建筑 九江路111号 这个特殊的门牌号码 现在的上头大厦 曾经的大陆银行 典型Art Deco风格 立面强调数项构图 黄褐色面砖 在上海类似建筑中反复使用 入口大门 窗下墙 女儿墙及门窗眼口 有抽象的几何图案装饰 这个三角纹饰是大陆银行特有标志 并且贯穿整体建筑细节 看屋顶天花线角和二楼玻璃图案 是不是都是以三角构成 为配合这座大楼诸多三角形元素的纹饰 这盏水晶灯也有三角组成 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巨 这也不就是我们静安寺风水那期节目中提到的吗 从这里走进去 就是本大楼最具特色的空间之一 宫廷风格意识厅 这座具有鲜明的北方宫廷风格的房间 天花平旗和地板都是原物 彩绘平旗是大陆银行定制的 你能看出来上面都是什么字吗 富贵永昌 吉祥如意 延年益寿 我们下期视频 这里的大理石斧手虽不是原物 但修缮团队找了一种质地颜色相近的材料 拼合到一起后发现还是有一定的色差 大陆银行内有一座独一无二的金库 之所以独特 因为它在二楼 这就对整个建筑的承重要求非常高 1183个大小不一的金柜 保证金不菲 所以在这里拥有一个金柜是地位的象征 所有的金柜无论大小都需要两把钥匙才能打开 客户和银行各自保留一把钥匙 柜子表面做成镜面的原因 就是为了防止开箱时有其他人站在身后窥视 目前还有20多个金柜无人认领 赶紧翻翻家里钥匙 看看有没有你的 1945年的广岛原子弹爆炸 城市一片废墟 围在三井银行的断壁残垣中有一座完整的金库 它正是现在这座金库的孪生兄弟 由当年美国安全设备制造商Mossler Safe公司打造 入口大门有18英寸后 由经过一系列特殊铸造冶炼的表壳钢建造而成 24根直径3英寸钢螺栓锁定 当年是国内最强的保险库之一 具有对抗熟练的窃贼和暴力破坏的能力 这家Mossler Safe保险规制造商 逾1874年在美国成立 美国宪法与独立宣言的保险库也是他们家的 说到大陆银行 源起发展于东亚大陆 1919年 一帮达官贵人 盐商集资 在天津创办了私营大陆银行 总统冯国章 辩帅张勋都是发起股东 他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私营股份制商业银行 北四行之一 其余三座分别是盐业银行 中南银行和京城银行 北四行最初都以天津为核心 后来才将总部签至上海 并且北四行先后共同组建了多个联营机构 这些联营机构总部都设在上海 去年我们参观的四行仓库 也就是八百壮士浴血奋战的阵地 就是北四行的仓库 大陆银行在上世纪黄金三十年代 参与了上海多项房地产开发 眼看上海地价节节攀升 大陆银行向百货业进军 在先师、永安等家族百货一统天下的南京路旁 租下一块地皮建造了一座非常契合 当时建筑审美标准的Art Deco风格的商场 大陆商场 这块地的主人是旧上海历史绕不去的人物哈同 他对地皮上这栋建筑的建造、风格 预算提出了苛刻的条件 专业的事还需要专业的人 大陆商场常轻盈不善 再也无法维持正常运营 最后不得已将商场又卖回给了原地主哈同 当时总经理谭立孙因此一蹶不振 英年早逝 其实当年北四行在上海还有一处浓墨仲彩的手笔 就是 上海坐标原点 国际饭店 曾经的四行储蓄会大厦 北四行的名字已被淹没 幸好建筑还在述说 那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旦闹 优独 那我看见了 天一